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率領百多人代表團訪問四川 參與民村地震10周年活動 每天早上與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會面 主動爭取被香港立法會議員去到四川考察還建成果 好像歡迎我們一樣 歡迎他們來四川考察 對此我表示歡迎 跟香港立法會也打過很多交道 立法會也有很多新老朋友 所以如果立法會議員能夠到四川來考察 將進一步的增進對川港合作的了解 超過120人的香港代表團 包括六個行政會議成員 商界人士 以及曾經參與災後重建的代表 曾經擔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的彭清華益術 當年到中聯辦捐款的港人排長龍 籌得7億多港元 體現彼此血濃於水的深厚感情 四川人民永遠名記 林鄭月娥之後 和彭清華主持川港合作的首次會議 是兩地政府成立的高層合作平台 往後會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和副省長或副市長主持 兩地的代表又在官員見證之下 簽署了多項合作協議 涵蓋創意產業、教育以及商貿合作等 然後再次補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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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製